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刚刚提到的 好,请大家看一下411页的Exercise 8-3 好,因为我要讲这两个背底法之下,这两个方法怎么去做不同,计算出来是什么意思 所以看一下411页的8-3,他说这家公司的总分类账,在年底的时候,在当年度显现出来有应收账款11万欧元 那个符号是欧元,然后当年度销货收入有84万,销货退回与责让,Sales Return and Allowance有28000 好,有没有看到411页的Exercise 8-3 好,然后呢,当年度,年底的时候应收账款,这个当年度的应收账款,年底的时候是11万 然后销货收入有84万,但是呢,他也有销货退回与责让28000 好,这是题目上给你的,接下来,第一个,看你做什么呢 好,假设这家公司呢,用直接冲销法,来冲销他的被,冲销他的呆账 好,那在那个,12月31号,好,那个他要假设呢,这个有1500块的应收账款收不回来 其实你记得啊,他说,他这个公司是采取直接冲销法来处理他的账款收不回来的问题 然后在年底的时候呢,发生了一笔,然后就当年度发生了有一笔呢,1500块的应收账款收不回来 所以第一个,如果他是用直接冲销法 换言之,他就是没有背底呆账 所以呢,在第一种情况之下 当我发生1500块收不回来,我就承认什么 呆账费用 1500 待计应收账款 好,这家公司呢 我们现在简写就好了 这家公司是什么 T-Done 这是T公司 这是第一种情形 因为公司呢,有关于账款收不回来,他是采取直接冲销法 所以当他收不回来的话,就直接承认呆账费用 好,第二个 他说假设呢,他有设立一个 呃,他的呆账账费用呢,是在年底有一个 呃,就有一个贷方余额2500,在试算表里面 然后呢,在12月31号的时候 呃,在年底的时候,他去做调整 假设呢,他的背底呆账预期是什么 有1%的消货金额收不回来 也就是说,他是采取背底法 好,然后呢,呃,如果根据消货金额来看的话 他估计呆账费用有1% 好,呆账账用呆账率是1% 那如果根据应收账款的话呢 那根据应收账款的余额有10%收不回来 所以第二种情形有两个答案 好,一个如果你是 好,这个又是一个E 好,这个又是一个E 好,他原来的用什么 A跟B啦,好,就是AB了 好 B呢,有两个 如果根据消货金额1% 那我的消货金额是多少 他告诉我消货收入是84万 消货退回与责量有2万8 所以我的next sales有多少 是不是84万减掉2万8 确认一下 好,84万 好,84万 减掉2万8千 所以呢,我的消货金额是81万2千 的1% 好,所以乘上1%的话 就是8120 因此 我B的第一种情形 根据消货金额的1%提列呆账的话 我是借呆账费用 8120 代记 allowance for uncollectable account 8120 所以刚刚是不是提 如果根据应收 根据消货百分比的话 我这个算出来的金额就是直接得到 A就是8120 这个题目有告诉说 我调整钱的背底呆账的余额有多少 2500 好,2500 所以调整钱在这里 2500 所以呢 我放在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背底呆账的金额就是什么 10620 两个相加 所以我刚刚是不是提到 如果你是A根据消货金额去承认的话 我直接算出来就是我要调整的金额 所以我的分录就写这个 8120 第二种情形 B的第二种情形 好 如果根据10%的应收账款 那我们看一下呢 应收账款本来有多少 11万 有11万 的10% 所以有11000 好,也就是说根据应收账款的余额 10%我认为会收不回来 那我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这个B 好 我刚刚是不是写 我算出来在这里 我算出来要有11000 调整完之后的 背底呆账余额要有11000 算出来是这个结果 那我调整钱有2500块 所以我这个地方要调整的金额是 11000去减掉2500块 所以我要调整8500 好 所以如果第二种情形 我承认呆账费用 在背底呆账 8500 这样看懂它的差异了吗 看懂了吗 好 我这个算出来的结果是 这里 调整完之后 背底呆账要有的金额 那我这样的话呢 我要调整多少 才会让我的调整完之后的余额是11000呢 好 前面调整钱有贷方2500块 所以我再调整8500 你看这边写个8500 合计起来就是 是不是就是11000呢 知道它的差异性了吗 好 一个 算出来 直接就是我要调整的金额 所以调整完之后 我的背底呆账的余额是10620 那另外一个算法呢 是 我先算出来 我调整之后要有的余额 调整完之后要11000 那我调整要调整8500 就可以让我的余额是11000 好 这样看懂它的差异性了 这是这两个 虽然一样都是借贷账费用 贝底贷账 但是你看算出来的金额不一样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地方特别 特别要注意到的 好 7 这样可以吗 这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有没有解决你刚刚问的问题了 你刚刚是问我说为什么 在讲什么 就是为什么是这样 有没有 你刚问我的问题 好 好 刹那间你可能没有想到 所以总而言之说 这两个算出来 一样都是要做我的 呆账费用的认列 但是算出来的金额不同 那为什么会不同 因为它的重点不同 损益表法 我的重点就是要允荡反映出 我承认这么多的收入的同时 相关的费用有多少 所以它的目的在我的什么 income statement的 允荡反映 允荡的表达 因为我要做到配合原则 配合就是指收入费用的配合 另外一个资产负债表法呢 它意思说我要能够反映出 比较真实的 好资产负债表的价值 我要反映的是资产负债表的公允价值 那所以根据这个 刚刚看的那个例子呢 我的运收账款有10% 我认为会收不回来 那11万的10%呢 就是11000 所以我认为 我的运收账款的11万里面 只会收到90% 所以我要承认 我的呆账 提列完之后的备理呆账是11000 那因此我要提列的呆账账用 就8500块 因为前面有一个2500块的 背底呆账了 这样看懂吗 好 再看一下第三个例子好了 第三个呢 跟可能跟前面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 看一下 好 一个是0.75了 就是呆账率不一样而已 好 呆账率不一样而已 好 那我C让你自己算 那我现在自己去调整一下说 假设C呢 我跟课本不一样 好 不一样我自己承认一个D好了 好 这个D呢是 连续着B 但是 我调整前的 背底呆账的余额在 借方200块 也就是说 我的背底呆账 调整前有200块的 借方金额 那我现在如果 我是根据 呆账率是 消货金额的1% next sale 消货金额的1% 那我的分路跟这里完全一样 跟这个分路完全一样 一样就是借呆账费用 带背底呆账 金额一样 都是8120 好 因为我直接 第一个方法 A呢我说了 一样都是根据什么 我的运收账 背底呆账 对不起 根据我的消货金额的1% 那我的消货金额还是 81万2000啊 1%还是8120啊 好 所以一样 所以我的余额 就变成什么 7920 那如果第二种情形 是什么 10%的运收账款余额 好 所以呢意思是什么 我的背底呆账 一样调整前200 我调整完之后 要11000 因为我的运收账款 还是11万 这10%还是11000 所以一样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算出来的B 好 那我调整这边 要调整多少 11200 因为11200去减掉 借方的200块 余额才会产生 代方的11000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在我们的第二种 根据应收账款余额法的时候 请你记得 或者叫做 根据资产负债表法的观点的话 调整前背底呆账的余额 会影响我的调整金额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调整前如果2500 运收账款余额法去提列 资产负债表法的观点的话 我就要提列8500块 但是如果呢 我调整前是200块的话 在借方 我就要调整 11200 好 我的Bed Debt 我要调整的金额就是 11200 代季 allowance for 11200 这个金额是不是跟前面的8500 我就不一样了 但是这个如果根据销获金额的话 两个都一样 跟调整前的背底呆账与额无关 如果你是损益表的观点 调整前的背底呆账 不影响你要调整的金额 但是如果你是资产负债表法 调整前的金额会影响你要做的调整 好 所以调整 如果你在借方 原来呢是2500的贷方 你就要调整8500 如果你原来是借方的 如果是200块 你就要调整11200 好 这是 这两个方法 虽然他的分路都一样 都是借呆账 费用贷 背底呆账 但是他的金额的决定不同 好 决定出来的金额不同 好 这是这个印收账款的 其末平价 这样看懂吗 这样看懂吗 好 好啦 大家大眼瞪小眼 我也不晓得你们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进入状况的感觉 好 这是到目前为止 都是我们上学期讲的范围 所以帮大家复习了那么久 这是上学期讲的 好 那我们现在要谈另外一个 如果完全按照课本的顺序 顺序的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到课本的顺序里面呢 我们接下来谈什么 印收账款的处分 好 印收账款 除了收到钱 跟没收到钱之外 另外一种 我们还有个印收账款 另外一种的收款的方式 在金融海 就是2008年开始发生金融危机 这个什么房地产 美国的那个房地产 房利美就是发生了很大的债权的危机 好 那那时候就衍生出 有另外一种说 不良债权的收购 也就是说 什么叫不良债权 很多人欠我 但是他欠我的钱之后呢 已经有什么 有一些研制 他该每个月付利息 还部分的本金都没有还 所以已经有大概产生一些 颜值还款的现象了 那当然我一定会催收啊 我一定会跟他吹啊 结果他都没有还 但是我也还不至于认为 我完全收不回来 只是我收回来 可能没有办法收到百分之百 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不良债权 那时候就有一些公司 为了就因业而产生 他的营业项目就去专门去收购 专门去买这些不良债权 也就是说假设你跟银行呢 当时候可能那个 这个借人家钱 借了一百块 但是呢 这一百块呢 他预期未来可能收不回来 但是呢 能够如果要收 第一个 他可能没有办法全部完全的收回来 第二个 如果要收回来 花很长的时间 那他呢 也不想说 让自己一直卡在那边 能收回来 或不能收回来 反正我能够收一些 就算一些 就是赚到的意思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债权 就卖给这种专门购买不良债权的公司 所以我可能的债权有一百块 我可能卖给他 只卖了十块钱 好 那买的这家公司呢 我如果能够收到的钱超过十块钱 他就赚到了 好 所以这个就不良债权的收购公司就存在了 好 那我们不是要去讲这个 这个不良债权的公司 收购公司 他怎么处理 或者他怎么去评估 他用多少钱买 这不是我们要谈的范围 我们要谈的是说 应收账款 因为不见得你一定要等到 债务人还你钱 或者是你确定债务人不还你钱 这种情形呢 你可以更积极的 更积极说 我就可以把我的应收账款 先卖给所谓的客账代理商 就应收账款的在收购者 好 那这个呢 当然还是我们现在谈的还是正常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不会说一百块只卖到十块钱那么惨 好不会 但是 你要知道收这个购买的人呢 他对于这个被收购者呢 就是原来的债务人呢 他能够还多少钱 其实他没有绝对的把握 所以你要想说 在原来的债权人 就原来持有应收账款的债权人 要把它卖掉的时候 他一定想说 我能够提及早收回来钱 对他的资金运用是比较好的 所以他愿意承受收回来比较少的金额 所以他会付客账代理商的 或者叫做手续费 这个手续费 某个程度来讲 也算是什么 利息 也某个程度来讲 他也算是一种利息 所以他的收回来 可能一百块 我卖给他呢 我可能 我可能这个 可以卖 这个我家收八十五块回来就好了 那他如果一百块 他全部都收回来 他就净赚十五块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代价 他只是提早先把钱借给这个客账 这个原来的应收账款持有人而已 所以这个是什么 就是应收账款的出售 好 这个出售呢 其实没有像客名讲的那么单纯 出售你要先去评估 好 持有应收账款 其实你有几种处理方式 一种你可以把应收账款当作单薄品 好单薄品 有单薄品跟没有单薄品的利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的应收账款一种 我可以提供单薄 好 这是一种 但是我应收账款的收款人 还是原来的债权人 他只是提供单薄而已 那单薄的意思是 当然对债权那个借款人来讲 我可以有比较低的利率 然后第二个是 钱还是收付给这个债权人 债权人再去还给 银行或者是借他钱的人 好 这是担保 应收账款提供担保 那第二种是 我应收账款是把它卖掉了 但卖掉呢 会有两种的条件呢 一种是卖了近 就应该说卖短 好单 简单来讲就是卖短 我就卖给你了 到时候债务人付不付钱 跟我无关 这就卖短 好 也就说 好 假设 A是原来的运收账款的债权人 然后B呢 是债务人 借钱人 好 借钱人 借钱人 借款的人 好 然后呢 现在呢 本来A要等B还他钱嘛 好 那现在呢 A呢 反正呢 我不等了 我现在有需要用钱 他就把这个债权卖给C 我们叫做Factor 客账代理商 然后他把B欠他的钱卖给C 那我说呢 这种卖 到时候这个运收账款的债务人 就是原来的这个债务人呢 叫还给C 这个 这个客账代理商 但是呢 如果 那对A来讲 他有没有责任 如果我是卖断 B到最后还不还给C A无关 B还给C 那就还嘛 没还 A也没事 也就是说 A不必带B去还他 这种叫做卖断 好 我们白话一点讲 就卖断 如果文言文 或者是比较专业一点的讲法呢 就是 C对A A没有追索权 追索resource 就是有没有追索权 好 有没有追索权 也就是说 如果B原来的债务人 不付钱的时候 不付给 不还给C 那A不用帮B还 这个就没有追索权 白一点讲就是卖断了 那如果说另外一种情形呢 如果有追索权的意思是什么 A虽然把B欠他的钱卖给C 但是C就说了 到时候如果B不还 A你要还 这个就没有卖断 也就是说A还负担的 到时候这个债权收不回来的风险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卖断 这样听懂吗 好 那你先想看 这两个 对A来讲 对C来讲 对B是没有影响 这个 他们两个A跟C之间的交易 对B没有影响 只差到B到时候是要付钱给C 还是付钱给A而已 这个交易有影响 这个交易有影响 就是C跟A之间 那当然 你先想看嘛 没有追索权 你是风险全部移转给C 那C风险越大 他要求的报酬就越高 换言之 A能够从C那边拿到的金额就越少 因为万一还不了钱 就是C要负责嘛 C自己要承担这个损失啊 所以对C来说 他的风险就比较高啊 所以他会卖给 他会买的价格就会比较低 好 那相反另外一种情形是 如果有追索权 那就比较单纯的想象成说 C借钱给A 因为到时候B不还钱的时候 A还是要还钱啊 好 所以有追索权 对于C 对于C来讲 他并没有承担B不付款的风险 好 因此呢 当然这样的话 情况之下 A卖给C 他可以拿到的钱会比较高 因为他风险还在A身上嘛 所以A有风险啊 他的风险就是B不还钱的风险 好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处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出售 所以一样叫做运收账款出售 但是这个出售的意义会有两个 一个是有追索权的出售 一个是没有追索权的出售 那课本上应该是举例的是 应该是没有追索权的出售吧 好看一下好了 好 好 那请你看一下呢 393页 好 那这边就提到呢 我的disposing of account receivable 就是我的应收账款的处分 那第一个呢 他告诉你说 我卖掉应收账款 好 这是victor 多了一个啊 不是victory就是工厂了 victor叫客账代理商victor 好 那看一下呢 他说这个 拿这个例子来讲 他说呢 这个客账代理商呢 跟另外一个公司呢 做了一些协议 他在这边讲说 一般来讲 这个客账代理商会收一个什么 会charge a commission 就是会收一个佣金啊 当这个公司卖掉他的应收账款的话 他会收到一个佣金 那通常呢 这个 fees 这个佣金的费率呢 通常是应收账款的1%到3%之间 好 那举例来说 假设呢 T公司 菜 furniture 这家公司 这个客账代理商呢 他用花了60万 有应收账款 好 60万 卖给这个什么 Federal Vectors 这家客账代理商 然后呢 这个Federal Vectors 评估呢 这应收账款的 这个 应该是说这个 债权的状况 他收呢 2%的这个费用 好 所以你可以看啊 60万的2%的话 就是多少呢 60万的2% 02 所以是收1万2千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下面的分路 好 当他这个 卖这个应收账款的公司呢 他会收到58万8千 然后呢 他的应收账款就减少60万 这个是他卖断 如果他没有卖断 他的分路不是这么单纯 好 那他分路会怎么写 留到中块再告诉你 好 所以到中块 还会在谈应收账款出售 他出售比较复杂一点是 当他不是卖断 也就是说 那个 课账代理商有追索权 好 那他的分路 会怎么写 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 他有一个 这个 还有这个追索权的一个价值存在 好 所以呢 这个课本上给的例子是 他把他卖断了 60万的应收账款 我卖给客带代理商 好 然后客带代理商跟我收2% 所以我会只会拿回98%的应收账款 好 这个就是卖断 好 他的分路 因为既然是卖断了 应收账款就收限了 因为卖断了嘛 应收账款就收到钱了 的意思 所以最后 债务人 要不要还钱 就跟这个 这个style furniture 就无关 因为什么 就已经把这个风险移转给什么 这个vector的身上了 好 这个就是一个卖断的例子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个信用卡的销货 好 我们当时有其实有讲过信用卡的销货 那信用卡的销货呢 对于店家来讲 我的 我卖东西给消费者 但是我跟谁收钱 跟信用卡 发卡公司 那就一般来讲是银行 好 所以呢 我卖给消费者 但是我跟发卡银行 收钱 那发卡银行 收钱的话 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 他会倒 好 消费者我还去评估 这个A走进来 他要跟我买 他设销 我刚是不是讲了 我跟他 我跟他树妹平生啊 我又不认识他 我怎么东西卖给他 他跟我欠账呢 所以呢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 你不会这样做 那不会这样做的话 那是不是减少你的销货的 就是那个交易业务量 所以呢 如果有信用卡 就可以让你的交易呢 更容易成功 好 但是对于店家来讲 他的风险就降低很多 因为什么 我是跟银行收钱 那银行呢 他就一定要付钱 因为你发这个信用卡 银行就要去真心说 这个消费者 你要发卡给他的时候 他的信用 这个信用状况怎样 你要给他多少的额度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 但是就店家来讲 我只要是认出这个 我只认发卡银行 所以到时候发卡银行 就要付我钱 那你想想看 这个风险哦 好 到时候这个风 对于这个店家来讲 他是没有风险 因为银行 不会不付钱啊 只要是他们公司 发出来的信用卡 只要是消费 这个持卡人签名都符合 他基本上 他是不会不付钱的 所以对店家来讲 没有什么风险 没有收不到钱的风险 好 那店家要能够有 这样的没有风险 当然 发卡银行也不是 做这个善事的 所以他一定要收费 所以呢 很可能 你消费的金额是100块 然后发卡银行 可能要抽1.5% 好 以前是1-3%的 所谓的 那个 应该是手续费 好 我们通通通叫做手续费 好 所以来看一下 这我们上次其实有提过类似的例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394页 好 就提到 好 假设呢 这个Lead Corporation 好 买了6000块的 这个音乐的download 就是下载音乐的那个 那个权利好了 好 然后呢 他就要付钱给这个 Young Music 就是什么什么音乐公司 好 那他呢 买这个6000块 他是用了什么 这个第一银行的 First Bank 怎么那么好啊 这个美国人还写的书呢 还会写用 第一个他会用台币来计价 好 第二个他也知道我们有第一银行 好了 所以呢 他用了第一银行的那个 那个信用卡来刷刷卡 然后呢 那个第一银行的信用卡 要收3%的手续费 所以你可以看呢 像我们是站在卖方嘛 因为我们是承认什么 债权 我卖了以后才会产生 应修账款 所以呢 他就收到 他就 他就 因为银行就一定会付钱 所以他这里就先直接承认了 这个6000块的97% 好 因为要3%嘛 所以我会收到的是97% 所以我会收到的仙星是5820 但是我卖的这个东西呢 它的价值是6000块 那中间的差 差了180就是我的什么 service charge 就是服务费 好 或者要服务手续费都可以 好 所以这个是信用卡的销货 好 信用卡的销货 你会收到的钱一定是会比 呃 你直接从顾客那边收到的钱要少 但是 你会愿意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可以增加 因为 现在没有人会带很多钱在 到这个 去买东西嘛 他就要带一张卡片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你买东西的时候呢 因为你没有直接掏钱 就没有什么太觉得花很多钱的感觉 好 所以当时候同样讲说你的信用卡 买东西的时候 你不要呃 就太没有这个节制 好 因为你没有从你的口袋掏钱出来 所以你就不太会有痛说 哦我花了很多钱 等到账单来的时候 你才会惊觉到说 哇 我有这么多的消费金额要付款 好 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有痛的感觉 好 那 当然就对店家来讲这是好事啊 因为你买的越多 我就我就我就 我就这个 这个业绩越好啊 那我不担心收不到钱 因为是银行付钱 我只是会收到的钱少一点点而已 少个3% 他也觉得很划算的 好 这个就是信用卡的交易 好 好 根据课本上面的顺序了 好 那我们再来谈一点点 要不然我们今天讲太少了 讲一下应收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应收账 应收款项的 另外一个是应收票据 那我们讲应收票据基本上就是什么 从发票到他的付款一定会有点时间 那应收票据呢 他可能除了票面金额之外 他会给一个票面利率 好 所以如果我们记得嘛 我们在讲调整理念的时候 应该有讲到应收利息的调整 好 课本上面呢就有举这样的例子 那我们看一下395也要先画一张票据的样子 好 那我们之前应该有讲过在讲现金那个章节的时候 我们讲支票 支票跟我们现在的那个票据 唯一的不同是支票只有一个日期 我们刚讲过 但是应这个本票跟汇票可以有两个日期 好 汇票还可以有三个日期 好 但是呢 还有个基本 就是说一个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好到以后你们去学什么商事法 南民法你就会知道法律的用词 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就是说 你没有记载这些东西这张票据就是无效的 哪些付款日一定要讲 付款金额一定要写一定要讲 你说你要付多少钱 第三个谁付款一定要讲 好 这三个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那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就是说 你付给谁 你可以写 你可以不要写 好 那没有写不代表这张是无效票据 好 那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就是说 你可以写可以不要写 不写不影响你的这个法律效力 但是如果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 是你一定要写 如果你不写 这个就无效 法律上就无效 好 所以你捡到一张票据上面是空白的 假设他张都盖好了 谁付款千张都盖好了 日期都写好了 或者是说日期没有写但是张都盖好了 你拿到这张叫空白支票或空白票据 你拿到之后你说 我捡到我就什么发了吗 这张票据你说那我自己写个一亿 好 那因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他其实看不出来这是谁写的 好我自己写个一亿 但是如果原来这个所谓的发票已经签名了 已经签 假设你这么神奇去捡到上面一张票据好了 发票已经签名了 它上面是空白的 空白其实它本来是一张无效票据 因为我说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什么时候付款 付多少钱 谁付 就是三个绝对一定要记载的 那没有缺一不可 因为不可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无效票据 那你说好啦 谁付款都有了 日期我自己写嘛 金额我自己写嘛 好这张票据就符合法定的程序了 好那你就去银行这个请求 这个原来发票人签张的人要付款 那发票人就照理说 如果这个签张的金额 对不起啊 签张的字机或者是盖章的都符合 他当时候留在银行的这个资料的话 那银行理论上是要付款的 好那万一刚好这个人真的账上有那么 他的存款账面也这么多钱 好那就领走了 那这个原来的这个原来的票据的签张人员 那个人不就是亏损失惨重了吗 当然但是他可以主张什么 伪造文书 因为这个字机不是我的 好所以这个就是法律上很有趣的地方 不是很有趣啦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细节 好再讲一调 其实你有越多的知识 就能够有越多的保障 好所以法律为什么讲说懂法律的人 这个法律行不通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法律对你是有利的 你就可以去主张 但是如果你都不懂 好你要主张 A这个法律上面来讲 你就是那个无效的 或者是你就是要付这个钱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符合啊 好然后那个银行付这个钱是没有错的啊 你谁叫你要丢掉 他丢掉之前你还都签好张了 好那你就是你的过失 你自己的疏忽 所以这个损失就要你自己负担吗 好如果就票据法来讲 银行付钱也没有错 然后呢 词票人拿到这个钱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法律说 他为什么会 我为什么要付他这笔钱 没有道理 我也没有卖东西 我也没有跟他买东西 我也没有欠他钱 为什么要付这笔钱 所以你就可以找另外一个法律来 佐证你是没有必 你没有必要付这笔钱的 好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去懂 找到行动的法律来 佐证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权益 好那这个是票据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票据里面有几个必要记载事项 好这跟我们之前讲的 支票长得很像 好只是支票只有一个日期 但是我们的票据 除了支票之外的票据 可能会有超过一个以上的日期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们的Electration 8-11 这张票据呢 他有讲谁付款 这个付款日期 好 这个对不起 这应该不是付款日期 这张票据的开票日期是 2017年的5月1号 好而且是在英国伦敦 好然后再来呢 他付了多少钱 1000块 好 然后什么时候付钱呢 当这个发票日之后的两个月 好 所以他有两个日期 好 虽然他不是写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但是他告诉你是 这个发票日之后的两个月 是他的付款日 好 然后呢 付多少钱 上面是不是有写1000块了 谁付 Maker在这边 好 所以他必要记载事项都完整了 那他这张不是支票 因为他有两个日期 那这个支票 这个票据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啊 这两个月当中 有12%的年利率 12% 12% 12%的年利率 好 这是我们的票面利率 我们就叫做票面利率 好 那你看一下 2017年5月1日开票的 2017年5月1日开票的 他讲两个月之后 好 那你就要算 到时候你会收到多少钱 1000块 是本金 然后另外呢 我会收到年利率是12% 但是我只有持有两个月啊 好 所以我会收到20块的利息 所以7月1号 如果这个maker要付钱的话 他要付1020 1000是他这个本金 那20块是他的利息 两个月的利息 应该没错吧 好 好 对 没错 所以两个月的利息是20块 好 所以到时候这张票据的到期值 就1020 这样清楚吗 好 就是他的票据有复席的话 那你要去算 但是要特别提一下 如果他告诉你说 发票日之后90天 对不起啊 假设两个月 一般来讲简单来讲 发票日之后60天 这60天会是7月1号吗 你就要仔细的算哦 5月有31天 6月有30天 6月有30天 所以加起来就是61天了呢 所以这张票据的到期日是6月29号 然后课本上讲的这个例子 我只是说我把它改一下 它不是两个月后付款 而是到期是60天后付款 那5月1号开的票 它的到期日是6月29号 因为5月有31天 6月30天 那如果30天的话变成是什么 61天了 它现在是什么 只要60天就可以付款 所以它的到期日就是6月29号 所以你要把你的手指头拿出来算 一天一天都要算得很清楚 大约嘛 一个月30天 两个月60天 所以写60天OK 那如果你60天 写60天的话 你要付款日是6月29号 好 这个日期你要算清楚 好 那当然如果你用60天的话 你的利息 如果是说发票日后60天付款的话 那你的利息就不是这样写 你的利息是1000块 一样假设利率是12% 然后呢 一年365天的60天 好60天 你要去仔细的算 好 这是利息怎么算 如果它告诉你是几个月 那你用月份来算 那如果不是用月 是用天数 那你要一年365天 你不能说 这样算出来是小数点 除不进 很难看 我用360天 如果它没有特别 我就未来如果你考试的时候 没有特别讲说 请你用100 一年用360天去算的话 没有这样的提醒你 那你要用365天去算 好 我们的台湾的一般公认会计准则 都已经讲了 一年是365天 只是课本上面 有时候会方便计算 就跟你说一年用360天去算 好 但是如果它没有去提 这个日期 那告诉你 年利率是这样 天数是多少的话 请你记得 一年是365天 而不是360天 好 这是应收票据的部分 好 所以它这里告诉你怎么决定你的到期日 Maturity Day 好 60天 那你就在我们的396页就写了 那再来397页就告诉你怎么去算利息了 好 那你就是根据 它是那个 好 课本上面你看一下397页呢 它写360天 好 那这是因为 为了让你计算上面 会比较好看啊 不要算出来是小数点 还要四舍五路之类的 那不然的话 我说了 一般来讲 好 一年是365天 你还是要用365天去算 只是课本上面呢 再说一次 397页 它有一个日期是120天后 这个 发票日后120天付款 那你可以看呢 它的利息的计算是 360分之120 它纯粹只是为了它方便计算而已啊 好 如果它没有特别讲 请你用一年360天去计算的话 请你还是要用365天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好 如果没有讲 一年就是365天 好 除非题目上面告诉你说 请你用一年360天去计算 那你就用360天 那没有的话是365天 好 只是课本上面用的是360天 我只是要提醒你 好 后面有了 300 那个Electration 八支十五项目就有讲了 好 它说呢 这个 一般来讲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它是假设一年360天 好 但是呢 事实上 好 这个 大部分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计算的时候 都用365天来计算它的利息的 所以360天只是我们 要简化它计算出来的结果而已 好 这边上这个 都有特别去提了 好 那后面呢 只是告诉你说 如果我从一开始是欠应收账款 后面也是开张票的话 你只把应收账款 转为应收票区而已 好 那还是一个什么 应收款项 好